你 喂 同学 走路不看路啊 没长眼睛啊 不去 有走路小心点 别只长哥不长脑子 走 走 绕了一大圈 还在致淫拳击社对牛啊 那当然 这可是世界级的 多亏咱们俩破名了 哎 怎么没人啊 哎 同学 你是拳击社的 这怎么没人啊 喂 跟你说话聋了 你们是啥的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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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包下 我们跑啊 十公里跑这么久 再去跑十公里 是 加油 走 阿宗 走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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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社长洛万言 放心 新社员报的头一天 我会设下刘青的 不用麻烦了 那我们是来退社的 对对对对 对对 一旦加入 要走要流 就不是你们能够决定的 除非 打赢我 没你救命啊 少废话你们两个新来的 给我出去跑步去啊 怎么了 一脸不高兴 方雨真的太欺负人了 他竟然指定一个无名小子 当决赛对手 压根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这次中招联赛 我是跟他对不上啊 谁说非得等到决赛 你才能够决定的 才能跟他对着 郑泽果然名不虚传 这些女生简直都不能用女汉子形容 看来要跟她们做同学 真的有两把刷子 三 二 一 走 才第一天就这么说欢迎 小花 你快看 那不是洛冠言吗 就是他 曾经在高中拳击联赛 创下三十一秒记录的人啊 三十一秒 这些人在这儿携着干嘛 没认识公布包衣我们来了吗 别急 我妈知道郑泽的规矩了 到时候我不信 他们还会拒绝点击 快点 快点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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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孙芳宇 我和小枫依照郑泽的规矩 在这里向他发起挑战 想不到还有这招啊 学姐 这招是很厉害吗 为什么大家脸色都突然变了呀 这里是郑泽联赛的预赛场地 也就是校外人士可以公开挑战的地方 那你的意思是 这就跟比武擂台一样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上去挑战 可以呀 只要你买好保险就好救护车 随时欢迎你 有这么夸张吗 何小光 你怎么还不死心啊 没你的事 我找的是方雨 不好意思 方雨今天没来学校 你就算站到天黑 也没有用的 明天的工作没了 想学进一块泡汤 这一切 多少都与我有关 哎 欢迎光临 你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你们这儿哪台车最好 行家呀 来 跟我来 你看 这是我们店里面最新的车款 一体成型车架 它采用的是超轻量车胎 性能特别的好 我知道校长和主任想问 我为什么要直定它 但我现在还不想解释 请问 这台是不是不满意 没关系 我们还有其他的车款 高贵不贵 不用了 去这台吧 你真内行 我到里面给你取代新的 既然芳宇不在 既然芳宇不在 那那个叫明天的呢 我要试试她 究竟有什么能耐 能被芳宇指定 她既然被芳宇指定了 她的体力就该保留给克林 身为她贴身教练的我 还有我 代表明天 拒绝你 休息 悉 做 初冠 可 说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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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为什么 高级智能马桶 房头拍更衣室 跟恒温热水器 都替你打电好了 你哪里还不满意 我不想参加郑泽联赛 我知道 对你来说 参加联赛就等于是 越级打怪 要在众目睽睽下 打得跟猪头似的 确实挺纠结的 可这是郑泽的传统跟骄傲 不然这样 我跟校长商量一下 让你带头团 再打上马赛克